比赛马上进入倒计时 就直接进入了高潮 双方不需要过多的试探 就是为了替上海而来的 所以说每次都跟上海的时候都会有精彩的表现 是 然后上赛季的两队的第二回合比赛是 赞成了1比1品 我们看这下呢 欲佑这个球呢 应该说 马阵这个身高其实已经足够高了 我们先看这球 小宝林尼奥 乌雷的机会 乌雷 哎 有没有打手上 又再投诉 这个球看威亚后边会不会介入啊 我们再通过半径看一下啊 确实这个球 对 奥斯卡 巴尔加斯 乌雷在拉开 看能不能给到乌雷 乌雷的机会 乌雷 乌雷直接选择了打门 因为蒋光泰的身体条件真的很得好 因为我曾经跟他对抗过 他在空中就把我弹飞了 是 先看这个球 巴尔加斯 有倒地 看这个球 还有小宝林尼奥 马阵的不救 还有云军再传 后点有机会 又是马阵 对角界位见高不见远 二点王神潮又抢到了 阿玛杜的大脚界位 这是马来来的特点 马来来 但是蒋光泰一点都不慢 有倒地 张林鹏 给黄牌了 这个球要吹犯规的话 可能要给牌了 张林鹏吃了一张黄牌 是 我们看这个球啊 起诉了 还是有 有犯规 张林鹏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干扰 哦 退远了 这点非常的陷密 没错 先看这个球 一点 角球 张林鹏历实一也说 这应该是球门球 哦 是门球 是门球 这球应该是最后碰到了铝军 奥斯卡来主罚 一点的机会 吴磊头球攻门 上海海港1比0领先了五球王 上海得比 破门了 而且用的是头球 接到奥斯卡的角球助攻 我们再通过半截来看一下 这是谁盯吴磊啊 啊 这是崔林 崔林 崔林没有盯住 吴磊这球 泰山压顶 头球 马上这个球也没有办法了 因为他也出来了 吴磊 球发太好了 是 九宫之下 上海海港终于有所斩获了 保里尼要再给中路有机会 巴尔加斯直接选择了攻门 这球没有押住啊 巴尔加斯 吴磊再拉出来 中间巴尔加斯抢点的 这个身高并不是太够 先看这球 后脚跟鱼鱼这个球啊 徐欣 他的想法啊 不知道他穿飞人看的球 给的真好 这球要进了 就是我们说 这种球呢 守门人很难判断 鱼鱼这个球好像最后还蹭到了朱晨杰 艾迪 好球 徐浩阳再给过来 胡锡 再加抛阿玛杜 一脚远射 这脚没有射中球门范围 没有切进去 再给王神超 看王神超 快逼一个 小邦里尼要加动作 赶到自己的右脚 这脚打得太正 打到右路 王神超这边 主攻又上来了 看王神超 能不能下去 拳中的质量 后点 投球的机会又是吴磊 这个球又抢到了 但是稍稍偏出了球门 往往在一个进球没有进的时候 对方有 余涵超直接选择了打门 这是余涵超标志性的位置 但是打得相对有点正啊 就有的时候拿球类型那种队员呢 我们先看这个球 吴希过得漂亮 吴希看怎么给 还在过 余涵超 余涵超来了 余涵超后点的机会 投球顶得太正了 阿玛都 直接的传中 看后点 投球的机会 还有余涵超 余涵超 搬平了 余涵超 搬平了 比分 上海得比 余涵超 替补登场 上阳 关键的进球 在第一时间 我得问一下杨迅 你最好的兄弟进球了 之前你祝福过他的表现 这个球打的 确实足够冷静 因为寿命 替补登场了 余涵超帮助球队 搬平了比分 加油于宝如于老吧 是 再看这球 打的最好 还穿了蒋光泰一个当啊 对 这个球没有完全发力 但是呢 我们说 角度打的刚刚好 再看啊 就不需要发力 正好 严俊准准备也不足 这个球打的非常干脆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个球可以算是 马来来 投球的百度助攻 余涵超 那眼心力 对吕文君 能不能传起来 有机会 有机会 投球 余涵真是好机会 马来来没有 挺挺好啊 无泪的船中 后面有机会 小卡路 余涵这个球 两个人抢到了一起啊 是 和球队对的 先看这个球 马来来投球的拳门 想奔着圆尖顶啊 船的质量是足够高啊 眼心力的船中 哦 哎 这下是特希拉明显的犯规 也是没劲了 特希拉 哎 给了直红 上海德比直红出现了 这真的是德比大战 什么因素都有了 通过半径再看一下 哦 然后 踩到小腿了 是 然后李海鑫呢 过来做的手势也很明确 就是说他直接奔着膝盖去了 对这球给了直红 他自己其实慢出那一下 他已经知道这球 是 你看直接就踢到了王文超的膝盖 他有个收腿的动作 四场零风加上赛季的最后一场 是并列中超的最长记录 但是很遗憾 前面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上海德比最终占成了一比一平 胡磊和于汉超各下一球 一场比赛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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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